哈喽,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到的就是 14款具有明显芒果香气的香水 如果你也是芒果香的爱好者 那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如果有持续观看我的频道 应该知道我也是蛮爱芒果香的吧 那过去的日子呢 也陆陆续续的有收了一些 也闻到了一些 那今天呢,就来跟你好好分享一下吧 那14款香水嘛 东西也不少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来聊到的呢 也可以说是我个人 就是尝试过这么多芒果香以后 非常喜爱的一瓶 如果要我排名的话呢 它绝对能进入我的芒果香前三名的一瓶香水 说的就是Burrito他们家的Bordafit 热带爵士又名非洲之旅的这瓶香水啦 那非洲之旅里面的芒果香呢 我感觉真的深得我心 就这瓶香水啊 我觉得它的气味是非常独特的 就要在坊间找到非常类似的气味 真的很难 目前为止呢 我也只闻到过一个 就是和它的气味比较相近 但价格也并没有差太远的一瓶小众沙龙香水 那那瓶香水呢 我会留在下一次的香水出印象影片 来跟你分享到 Bordafit里面的芒果香呢 我感觉是这瓶香水的第二主角 就这瓶香水啊 要我整体来说 它依然是一个木质调香气为主打的香水 但是里面的芒果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是从香水刚刚喷洒出来到你穿上的一个多小时 这里的芒果香都是你可以清晰的闻到的 那我喜欢这瓶香水呢 也是因为这里面的芒果香 并不是一个成熟度非常高的 或者说还原度真实感很强的一个芒果香 要我说的话 它更像是芒果皮 而且是青芒果的芒果皮 上面的香气 就是它有着芒果的香味 但并没有芒果肉 或者成熟以后的芒果 会具有的一个甜味 那这一点呢 我相信会更符合 更让那些不是甜的亚洲人 容易接受这瓶芒果香 而另一个有趣的点呢 就是这里面的芒果香气啊 它是越往后 随着香水里面的木质调 那个干燥的香根草气味 越发明显的时候呢 这里的芒果香气 它更会从一个青芒果的芒果皮 转换成为了一个木质芒果 或者说芒果的盒 应该散发着的那种香气 因此呢 这瓶香水 无论是在它的香气独特性 或者里面的芒果香 给予到我的愉悦度 都让我对这瓶香水爱不释手咯 好,那既然说到了青芒果 那再来聊到一瓶 明确具有青芒果香的气味 说的就是Joe Loves 他们家的Mango Thai Lime 这瓶香气啦 这瓶香水呢 和刚才Burrito他们家的那个 青芒果皮的芒果香不一样 这瓶香水里面的芒果 真的是一个还原度非常高 非常具象感的一个芒果香 而我觉得最有趣的呢 就是这瓶香水啊 从刚刚喷上的时候 它绝对是一个青柠檬 也就是这种Lime的香气 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也让里面的芒果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青绿颜色 具有明确酸涩感的一个芒果香 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它就会慢慢的转换 从这个青芒果 渐渐 果实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黄颜色了 变成了一个更香甜 果汁更为充沛 软糯的黄色芒果的气味 而这里的芒果香呢 更是百分百的还原到了 泰国的那种旅送芒果 会具有的那种独特的芒果香 喷上它真的瞬间能带你到了泰国 享受着那一个无趋无束 自由自在的假日当中 让你享受着满满的热带风情 也是一款呢非常适合在春夏天 每一次用上它都会让我心情愉悦起来的一瓶香水 说到芒果香呢 绝对是一个能很好给你提供到度假感 活泼感的一个香气 以下这个品牌呢也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每一年都会推出这一种 以不同的果香气为主打 为你提供假日感香气的 说的呢就是Escada他们家的这一款 这一瓶应该也是我唯一一瓶Escada他们家的香水吧 当初会关注到它完完全全就是因为里面的芒果香 那这瓶香水呢绝对是一个大众讨好度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当你想要找一瓶活泼明亮又具有酸甜感的一个 明显具有果香调的花香气香水的时候 那别人送到它给你呢 你也绝对能用得上 愿意用上它 尤其在春夏天的时候 里面这一个清新又具有酸甜感的一个果香调 的确是非常适合的 那这瓶香水里面的芒果香呢就是一个金黄颜色的 已经完全成熟了 具有甜味的一个芒果气 这里的芒果香呢是配合着雪橙 素莓 还有nectarine 就是油桃吗 这一些的果香气一起出现的 因此呢这里的芒果香并不是最突出的 这里的芒果香呢也更多是为这瓶香水提供了一个 果香调的同时 一点点奶感在里面 一点点那一种糯糯的果肉感觉在里面 那在你穿上的二十分钟半小时 越往后呢 其实芒果香已经消失不见了 剩下的更多 其实是搭配着椰子香气的 一个莓果搭配着莲花与干净的色香气 香气上面呢我觉得它的独特性并不是非常的高 但印象中呢 Escada他们家每年推出的这一类型的香水呢 价格上面也非常的划算 就手上这一瓶呢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也是低于四十美金入手的 所以尽管它的一个持香能力很弱 就在我的身上呢两三个小时 香气已经几乎是完全消失不见了 但便宜又大碗嘛 在春夏天甚至是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你大量的补喷 大量的用起来也是完全不会心疼啦 接下来这一瓶呢 也绝对是女生的chippies当中 一个很不错闻的香气 说的就是Anna Su他们家的secret wish 许愿精灵的这一瓶香水啦 这瓶香水呢很久了 虽然我真的用的不多吧 但真的很久了 而且啊中学时期吧大学时期吧 我还是买过好几瓶 Anna Su他们家的香水的 但是唯独这一瓶 依然没有被淘汰掉 依然是放在我的香水柜里面 足以说明呢每一次闻到它呢 我依然觉得它的气味是很不错闻的 就如果让我推荐 或者去购买一瓶香水 送给二十岁以下吗 或者刚刚开始接触香水的女生呢 它绝对是我会考虑的其中一瓶 它的气味讨好度 容易接受的程度 或者性价比等等的方面 我感觉都是非常高的 许愿精灵这瓶香水呢 说白了也就是一瓶 具有果香气的花香气香水 也绝对是目前市场上女香的主流 但这瓶2005年推出的香水呢 在我今天再闻到它 我依然觉得它完全不过时 从开出一抹具有酸色感的黄柠檬 搭配着凤梨再结合着淡淡的芒果香 已经是非常讨好的 接着一个还未完全成熟到的蜜桃香 接合着一个非常轻盈的花香 和清淡且干净的一个雪松的木质调 让这瓶香水呢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年轻 百搭的日常香气 香水整体的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呢 我也觉得是 无论在客室里面啊 上班啊 人多的一些情况之下 都非常适合 完全不会打扰到别人的同时呢 又能为你带来一个好印象的气味 也绝对是一款呢 在我心中活泼 但完全不幼稚 是与廉价的一个明确带有果香气的香水 好接下来就说到两瓶 我没有 但是我都有订过吃香 有真正穿在身上体验过的两瓶 具有芒果香的气味 第一瓶呢 就是House of the Wood 他们家的这一款 Keep Glaze 翻译为时刻闪耀的这一瓶气味吧 这瓶香水呢 我真的差一点就忙买了 美丽的外表呢 绝对是其中一个迷惑到我的因素 再来呢就是每一次到蛋糕店啊 或者说吃到芒果味的甜点蛋糕 我个人都是非常享受的 那House of the Wood 这一瓶Keep Glaze的香水 其实是一个与著名的甜品丝 就是共同研制推出的一瓶气味嘛 于是我在想在秋冬天能用上一瓶明确具有芒果香的美食调香水也是挺好的啊 那真正闻到它的香气呢 先说里面的芒果香吧 这里的芒果呢是一个成熟度非常高的 而且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芒果的果实 散发出来的气味 它其实非常点提的 真的是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一种镜面的蛋糕 利用芒果汁芒果肉做成的这一种芒果的果酱啊 Mango puree啊或者说这种甜点上面散发出来的芒果香 它的甜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不得不说呢 我觉得这瓶香水里面整体的气味 里面所带到给我的一个果香气是比较化工的 就你能感觉到里面的果香气是一个人工的制品 而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就对了 那这瓶香水呢 刚刚喷出来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里面的柠檬 那个柠檬的酸气啊是有一点盖过了芒果的气味 那在两分钟五分钟以后呢 芒果气味会越发明显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芒果的甜点的香气 那在你穿戴这瓶香水整天下来啊 最主要的气味除了芒果以外呢 你也会闻到了生姜还有明确的椰奶气味 只可惜呢 我觉得这瓶香水在我自己试用以后 我觉得它的化工感还有它的甜度 这两方面 于我而言都有那么一点太高了 但如果这种甜度比较高的 或者说这种芒果果酱啊 芒果的甜点 那种香气正是你的爱 那这瓶香水呢 也不妨找机会去闻闻看啦 那另一瓶我并没有收 但我已经闻过好几次了 也订过是想来用过的芒果香水 也是一瓶呢 一说到芒果香气的香水 必然会被聊到的一瓶小众沙龙香呢 说的就是Wilham Perfumery 他们家的Mango Skin这瓶香水啦 那Mango Skin这瓶香水呢 这样说好了 就它是一瓶呢 我多用几次以后 有对它的好感越来越高的一瓶香气 但依然没有高到我想把它带回家 Mango Skin这瓶香水啊 听名字的话 我会觉得它会是我的菜 因为我喜欢的芒果香 会更偏向芒果皮 或者青芒果的那种气味 但是这瓶名为Mango Skin 芒果皮的香水呢 它当你真正闻到它的时候呢 里面的芒果香 是那种成熟度非常高的 甜度非常高的一个芒果香 香水从刚刚开出 那个金黄色的芒果 那个成熟度很高的芒果 结合着橙子 再结合着一蓝一蓝 这一些的花香气 会给你凝造了一种 橙黄颜色的气味 感受一个强烈具有热带 风情感的一个香气 那在你穿上它的 二十分钟半小时以后呢 这个芒果啊 是越来越甜的 再结合着香水里面的 鸡蛋花一蓝一蓝 芒果花等等的这一些 具有creamy感觉 奶油感的一些花香气 让整瓶香水的一个奶感 变得非常的强烈 Mango Skin这瓶香水呢 要我说的话 它的甜度 它的那种奶感 并不是一瓶 适合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 去使用的 如果气温太高的话 这瓶香水 我甚至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的腻 我自己的话 会更享受 会更愿意把它放在秋冬天里面 去使用到 里面那种creamy的花香气 搭配着那个糯糯的芒果肉 甜滋滋的那种芒果香 它绝对是一个有厚度的香气 也是一个尽管在秋冬天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扩香与持香能力的香水 只是我不能不提醒一句 如果你是害怕甜味香水 你对甜度接受比较低的人群呢 这瓶香水呢 是绝对不适合你的 这里面 无论是芒果的果香气 还是整体的花香气 都是具有高甜度的 好 那刚才Wilham Perfumery 他们家的Mango Skin 那瓶香水的甜味呢 已经有点超过了 我能享受的那个度了 而接下来这瓶呢 它里面的芒果香 里面的甜度 也绝对是明显的 但它正正刚刚的 就在我能接受的甜度范围之内 说的呢 那就是Mugler他们家的 这一个天使巡航之水的香气 这一瓶呢 也是他们2020年的限量版香水 但放行 目前我看 晚上还是很轻易 可以买得到的 那它呢 也是唯一一瓶 我有入手到的Mugler他们家 Angel的香水 嗯 必须坦白的说 Mugler他们家的Angel 并不是我喜欢的香气 那这瓶香水里面有没有Mugler他们家 Angel的那个DNA 那个影子呢 绝对有的 这里的芒果也是一个 已经非常成熟的金黄颜色的芒果香 这里的芒果香啊 是那种百分之一百 还原到象牙芒果啊 旅送芒果啊 的那种中尺寸的芒果的芒果气 而这瓶香水除了芒果香以外呢 最主要的香气就会包括了 无花果果仁糖 再结合着Venina香草 与木兰花的气味 那Mugler Angel里面 最最主角的一个广阔香呢 在这瓶香水里面 我觉得它是有的 但它被降低了非常的多 也只是在这瓶香水你穿上 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以后 在皮肤上面的残留 或者衣物上面的残留 才能稍稍的捕捉得到 这瓶香水的甜度也绝对是高的 有五花果与果仁糖 创造出来的这种奶感 也是强劲的 但不知道耶 我每一次用上它 我并不觉得它会厚重 只要气温不是过分的高 或潮湿的情况下呢 我还是很享受把它穿上的 而必须提到的 这瓶香水的一个大优点呢 就绝对是它强劲的一个 扩香与持香能力 作为一瓶果香气 为主打的香水啊 这里面无论是芒果香 还是其他的一些香气元素 在你喷上的三小时 四小时 人与人的一个礼貌距离 这瓶香水的气味 都是明显的 如果你喷到衣服上面 八小时 九小时 甚至十小时 都是有明确气味残留的啦 好接着就来说到 Miu Miu他们家的TWIST 这瓶香水啦 当初会买到这瓶香水啊 也完完全全是因为 说是这瓶香水里面 带有明确的芒果气 那这瓶香水里面的芒果香呢 和刚才聊到的成熟 香甜的芒果肉的气味 完全不一样 它又回到了那个 具有青色感的 青芒果的芒果香 这里的芒果香呢 我很喜欢 只可惜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冲着这里面的芒果香 去入手到这瓶香水的话 可能你会有一点小失望哦 因为这里面的芒果香 很好闻 但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在你还来不及享受它的 一个15分钟 20分钟左右的时间 芒果的气味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剩下的呢 就是一个红酱果搭配着黄柠檬 与紫罗兰 还有干净的色香气 它剩下的气味呢 其实也是一个大众讨好度很高 可以很日常被使用起来的百搭香水 只是我要的芒果香呢 如果可以停留更久的时间 那这瓶香水在我心中的分数 绝对能再提高一些 好,如果让我在设计师的香水里面 向你推荐一瓶 具有芒果香气的香水 那绝对是以下这一瓶了 说的呢 就是爱马仕他们家的尼罗河花园啦 尼罗河花园这瓶香水 无论是里面的芒果香 还是它本身的香气 我都非常的喜欢 它也绝对是一瓶呢 我会无限回购用完再买用完再买的一瓶香水 未来的每一个春夏天 我都享有它的存在 尤其在气温很高的时候啊 我也是非常爱用上它 尼罗河花园里面的芒果香 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芒果香 它具有明确的芒果香气 却拿走了芒果肉那一种过高的甜度 这里的芒果味无疑是为这瓶香水画龙点睛的 也无疑是为这瓶香水呢 带来了更高的一个辨识度与独特性 从前调那一丝清爽的芒果 搭配着葡萄柚的柑橘味 已经是能让我在夏季里面 瞬间醒过来 接着香水里面的水帘再搭配着番茄叶的 那一种具有绿意感的香气 还有一种非常清爽清凉的淡淡的水深感 这里的水深感它并不是任何的海洋调 或者人工的那种造感 而是由碎莲这种莲花所带来的 一抹具有透明感与水气的水深调 让我一个晕水深的人都深深的爱上这瓶香水 也是我心中一瓶非常具有气质感的 清爽又明确带有芒果香的气味 好下面来说到的这一瓶呢 如果你在寻找芒果香的香水 你在通过香调来找寻适合你的香水的话 这一瓶绝对会出现 说的就是阿蒂仙他们家的这一款 盐巴克图的香水 但相信我 我有认真的试用过这瓶香水 甚至因为里面的芒果香 差一点点就忙买这瓶香水了 然而在认真试用过以后呢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 且明确的告诉你 这瓶香水里面的芒果香是普通人 就至少是我这种普通人的鼻子 闻不出来的 我有几次就是因为看着香料表嘛 我有催眠自己 麻醉自己 说有可能有 里面那个芒果香是一种木质的芒果香 有那么一点点 会像是我喜欢的 Burrito他们家的Bordafit 那一种木质感的芒果香 但我真的复心自问 我承认我只是因为看了香菜表 我是自己在欺骗自己 我的嗅觉真的没有闻到芒果香 盐巴克图这瓶香水啊 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形容它的气味的 可能真的要你自己去体验 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它的香气 要我笼统的说呢 它是一个带有药感 酸涩感 草本气味 还有冷感焚香 绿意焚香感的一个木质调 就这瓶香水啊 我觉得喜欢它的人 穿上它的人 是绝对有着独特审美的人 它绝对是想要穿一瓶与众不同的香水 这瓶香水我觉得它的观赏性 是比起它的词穿性要来的更高的 也绝对是一瓶不适合香水小白的香水 好接下来呢就说到一瓶 我关注很久了 近期终于有机会试上它 在试用以后呢 它也顺利的成为了我欲望清单当中的一瓶香水 说的呢就是Lochis Perfum它们家的 Qcora这一瓶 带有芒果香的皮革掉香水啦 那Lochis Perfum它们家呢 我近期也认真地试了一下 当中让我最最心动的 就是我手上这一瓶了 Qcora这一瓶香水呢 一闻到我就觉得它是我的菜 也是喜欢东方掉香水的人群的菜 首先这里面的芒果香呢 它是一个金黄颜色 但是酸度比甜度要高的一个芒果气 同时也是明确具有芒果皮香气的 当它与大量的这种辛香料啊 焚香啊硬挺的皮革结合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更趋向于 或者说更具有木质感的一个芒果香 而在这瓶香水里面 芒果与这种坚挺的皮革 实打实的皮革掉的一个组合 是非常创新的 是我没在别的香水当中体验到的 也是让我意外的觉得好闻的一个气味 而我感觉这瓶香水里面 这种芒果与硬挺的皮革 再加上大量的辛香料的一个组合 让这瓶香水的皮革掉 变成了一个非常中性的 且具有神秘与性感特质的一个香气 是一个我觉得尽管在秋冬天 甚至是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 都很适合穿起来的明显带有果香气的香水 也是一瓶呢 我觉得男生都很适合穿上的一个果香气香水 而在你穿戴这瓶香水的时候啊 那一个一阵一阵飘到你鼻腔里面的苦味不浓的一个药感 也是让这瓶香水的整个深邃度与层次得以提升 喜欢耶 绝对是近期的一款让我非常惊喜的芒果香香气 说到芒果又怎么可以不提到以下这瓶香水和它所代表的一个芒果的甜品呢 说的就是Killian他们家的Moonlight in Heaven 天堂月光这瓶香水啦 那Killian他们家的天堂月光呢 创作灵感就来自于泰国的芒果糯米饭 而这瓶香水不得不说 它对芒果糯米饭的诠释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就我自己呢 对于美食掉香水这件事情呢 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的 就我喜欢它能让我想起了具体的一个食物 让我有了一个享受着那种食物所带来的愉悦感与氛围感 但我不想这瓶香水只是单纯的还原那个食物的气味 让我在喷上它以后成为一个行走的食物 我喜欢的美食掉是它还原的同时 依然有着一个优雅或者说香水的特质在里面的 有着不同的层次在里面的 而天堂月光这瓶香水呢 绝对是做到了我对美食掉香水的一个要求 在你闻到它的时候呢 绝对能让你想起了芒果糯米饭 不管是里面那一个香甜的芒果 还是那一个粉粉糯糯的糯米饭 还是那一个稍稍带有咸味的一个椰浆的气味 这些都装进了这瓶香水 但是除此以外呢 你依然是能闻到了香水里面淡淡的花香 与基调里面的零零香豆 香根草的木质调 也是因为这瓶香水里面淡淡的花香 淡淡的木质调 让这一个美食调香水成为了一瓶完全无性别 且具有优雅气质的一个美食调香气 那如果芒果糯米饭正是你的爱 它的香气是让你欲罢不能的气味 那这瓶香水一定要找机会去好好感受一下咯 好接着就来说到一瓶 是我的谁谁给我种草的芒果香香水 说的呢就是Oscar de la Renta他们家的这一个 应该是念Floor的香水吧 这瓶香水呢不得不说 真的让我非常的惊喜 尤其在这个价格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低于30美金的价格 100ml的香水哦 能让我在夏天穿上它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你要说这瓶香水它有多么独特没有的 但它真的很好穿 而里面的芒果香呢 它的甜度与清新度都是刚刚好的 这里的芒果香呢 和刚才聊到的所有芒果香不一样 这里的芒果香是配合着一个 水枝充沛水淋淋的荔枝的果香调一起出现的 而当你穿上这瓶香水 当这个果香气与后续的 那个具有透明感轻盈的淡淡粉红颜色的牡丹 与浅浅的茉莉花香气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闻上去它绝对不像是一瓶低于30美金的香水 也是一瓶呢一年四季不分场合年龄 都可以被非常好利用起来的百搭香水 要说它的软肋呢也只能说是它的持香能力 并没有非常的优秀 在我的身上也只能大概到三个多四个小时吧 但这个价格100ml的香水 尽管大方的补喷吧 用起来都完全不会心疼 而每一次补喷呢还能让我再重新享受到 那一个清爽的芒果香 好 影片最后呢来聊到的这一瓶呢 也是我心中前三名最喜欢的芒果香 说的呢就是Search of他们家的这一个蓝石至新二式的这瓶香水 那Search of他们家的这一瓶香水呢能够那么热卖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原因的 也是如果让我向你推荐就是Search of他们家香水 其中一瓶我一定会推荐的香气 这瓶香水里面的芒果香 它是具有甜度的 它是成熟的金黄芒果的气味 而且里面还有搭配到椰奶 还有一些具有奶油感的花香 但这瓶香水厉害就厉害在 它真的完全没有给到我任何厚重或腻或闷的感觉 它依然是轻盈的 而且虽然香彩表里面没说到 但我在这瓶香水里面能明确的闻到了 除了芒果以外 我非常享受的气味 也就是一个番石流的果香气 我感觉是这一个 稍稍带有绿意感的番石流的果香气 让这里面的椰奶也好 那种奶油感的花香气也好 都变得更清新了 更新鲜了 而除了中前调美妙的果香气以外 这瓶香水明显的一个三调变化 在你穿上的一个半小时往后 越往后它会变得更明显的干燥的雪松香根草 再搭配着带有凉意的一个薄荷的草本气味 也是让它成为了我在春夏天 尤其是初春啊 刚刚进入秋天的时候 会很享受用起来的一个果香气香水 它也绝对是一瓶百分百 无性别 男女生都很适合 很容易可以驾驭起来的 明确带有果香气的香水了 而作为一瓶果香气的香水来说 我觉得它的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也是让人非常满意的 我自己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 一个半小时伸手的距离别人都是清晰可以闻到的 那如果喷到衣服上面呢 这瓶香水也可以在我身上稳稳的去到超过八小时的持香 所以这一些呢都让这一瓶香水虽然是贵了一点 但依然能稳稳的占据着我心中芒果香气的前三名咯 好的一口气呢就给你分享了 十四款明确带有芒果香的香水啦 那有没有给我种草到哪一瓶香水呢 芒果香又是不是你的爱呀 又有没有一些你闻过觉得我很值得去发掘的芒果香啊 这一些都记得要留言来告诉到给我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